大家好 我是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澳大利亚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悉尼歌剧院开幕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悉尼歌剧院开幕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气壮观 有充满故事的建筑奇迹 悉尼歌剧院的开幕 这座建筑不仅是澳大利亚的象征 更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一颗璀璨灵珠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回到1973年10月20月 看看这座歌剧院是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的 首先 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是丹麦建筑师约恩 乌松J.Rananson J.Rananson 他的设计在1957年的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据说当时庭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著名建筑师 埃罗沙里迎建罗塞尔 也迎建罗塞尔 尼勒安罗沙里南迎恩 在看到乌松的设计图时 惊呼道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这个设计图甚至还差点被忽略 因为它被放在了一堆被淘汰的设计中 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啊 然而设计只是故事的开始 建造这座歌剧院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原本预计四年完工 结果整整化了十四年 预算也从最初的七百万澳元飙升到一亿离二百万澳元 这中间的曲折故事 足以拍成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 乌松在1966年因为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矛盾而辞职 这让整个项目陷入了混乱 后来澳大利亚的借助师们接手才最终完成了这个庞大的工程 1973年10月20日 悉尼歌剧院终于迎来了它的开幕典礼 这一天 这一天 悉尼港湾闪耀着无数的灯光 烟火在夜空中绽放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为歌剧院揭幕 这场盛大的仪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有趣的是悉尼歌剧院的外形设计灵感来自于剥开的橘子皮 这些被壳状的屋顶结构 让人联想到海洋中的帆船 与悉尼港湾的景色相得益彰 这种设计不仅美观 这种设计不仅美观 还具有极高的实用性 能够有效的抵御风雨 悉尼歌剧院的开幕 标志住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它不仅是一座歌剧院 更是一个多功能的艺术中心 举办了无数场音乐会 戏剧和舞蹈表演 这座建筑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建筑艺术 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 也让我们明白了坚持梦想的重要性 所以同学们 当你们下次看到悉尼歌剧院时 不妨想一想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这座建筑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结晶 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象征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激励你们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各位亲爱的观众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悉尼歌剧院 这座建筑奇迹的诞生历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 这段充满波折和壮丽的建筑故事 从约恩乌松的金饰设计到建造过程中的艰辛 悉尼歌剧院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满了惊险和戏剧性 这座建筑不仅是技术和美学的结合 更是人类坚持梦想 克服困难的最佳范例 无论是它的外形设计灵感 还是开幕式的盛大场面 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和建筑的无限可能 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故事后 能够对悉尼歌剧院有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也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激励你们 在自己的追梦之路上永不放弃 这座歌剧院教会我们 只要坚持和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如果你对悉尼歌剧院 或者其他建筑奇迹有什么看法或问题 等我们一起在这条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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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